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4月26号星期二 欢迎大家参加王姐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习近平 亲自指挥搞大基建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会长一点 我们会分析这个政策本身 它有多大影响 先讲政策 习近平他亲自指挥 他怎么指挥 那么搞些什么样的基建 我们讲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讲分析 在现有的条件之下 习近平他这个搞大基建到底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或者是他的成效怎么样 会来会有什么影响 在我们开始今天主题之前 我们先播报 4月24号直播二的要问简报 第一个 联合国大会4月24号通过决议案要求联合国安理会 5个常任理事国在行使否决权的时候 要有正当性 那么决议草案是由列治敦斯敦提出 100个国家联署 其中包括美国 英国 法国 这三个常任理事国 大家知道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案没有约束力 但是可以令五个常任理事国 在投否决票的时候 要付出更高的政治代价 从1946年开始 苏联到后来的俄罗斯不断的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 那么行使了143次否决权 所以美国批评俄罗斯过去20年在安理会滥用否决权 这是第1第2 美军美军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叫桑普森号 4月26号通过台湾海峡 美国第7舰队发表声明指出 通过台湾海峡 是例行行动符合国际法 并且展示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 美军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 飞行航行和行动 桑普森号是美军 航母林肯号打击群的其中一个成员 他在4月18号曾经和日本海上自卫队 在菲律宾海和东海进行联合演习 这是第2 第3 上海江苏发现了有人盗用其他人的个人资料 登记做志愿者 领取这个志愿者的补贴 那么在中国的志愿者并不是真的志愿者 他是有钱拿的 有津贴拿 不同的地方津贴不一样 上海的志愿者 工作12个小时 有230块钱 利用其他人的信息登记做志愿者 他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盗领津贴 其中上海一名女子 她在中国志愿网上发现自己被登记了 从2017年从事了26个小时的志愿服务 他当时怀孕根本没有可能参加任何活动 还有一名上海的小学生发现自己在2019年的11月 被注册成为志愿者 当时他才7岁 还有一名老年人的儿子发现他的父亲 在2018年进行了16个小时的志愿服务 那他父亲年迈 年迈多病 根本就行动不变 不可能去当志愿者 甚至有一名澳大利亚留学的江苏学生 发现他自己累计服务了238个小时 可是他自己在澳大利亚已经待了三年 根本期间根本没有回国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国的志愿者服务系统 贪污腐败非常严重 所以中国的贪污腐败 无肯不入 什么领域都有 第3第4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63天 两个多月了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月26号访问莫斯科 与普京会面 古特雷斯要求乌克兰境内实现停火 普京就原则上接受古特雷斯的建议 说由联合国红十字会 参与协调行动 让平民撤出马里乌波尔 特别是困在亚素钢铁厂的平民 那么古特雷斯将会在4月28号 到达乌克兰与泽连斯基会谈 那么泽连斯基之前就批评说 古特雷斯的访问的顺序是错的 你应该先到 先到乌克兰访问再去 俄罗斯 因为你应该是去说服俄罗斯 让他撤军 而不是你先到俄罗斯那里跑来说服我 这个逻辑是不通的 这话说的其实有道理 这是第1第2 4月26号美国在德国的 叫拉姆斯泰恩的空军基地 和40个国家的代表开会讨论乌克兰的防务需求 那么会议是由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主持 奥斯丁表示 全球多国已经团结起来 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帝国式的侵略 美国将会竭尽全力帮助乌克兰 帮助乌克兰战胜俄罗斯 加强乌克兰防范未来的挑战的能力 那么这次会议就是为了加速向乌克兰提供所需要的军备 美国的参谋长联系会主席米利说 他说接下来的几个星期 非常关键 乌克兰必须持续获得足够的支援 才能获胜 所以这次会议将会协调各国 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 其中包括提供重型武器 武装无人机和弹药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那么你可以看到随着 随着美国和西方国家 各种重型武器源源不断的进入乌克兰 你看战争的形势开始慢慢的发生变化 而且俄罗斯也开始感觉到了 战争的压力 那么拉夫罗夫说 这个西方国家支援这个乌克兰有可能引发第3次 第3次世界大战 这种有意思吗 第4第5 波兰和保加利亚拒绝使用卢布支付天然气费用 然后俄罗斯天然气总公司宣布 从4月27号开始 停止向波兰和保加利亚供气 那么 波兰的气候部 表示目前已经有储备 没有必要动用天然气的储备 那么另外是保加利亚说他们已经采取措施 寻找其他天然气的来源 他们在做这个动作之前肯定有所准备 这是第5第6 德国 德国在4月26号发生两件事 第1个是德国政府宣布 向乌克兰提供50辆猎豹式的防控战车 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德国第1次 支援向乌克兰提供重型装备 那么德国决定是对外 那么预计未来会有更多的援助 这是一个 第2个 德国的气候和经济部长叫哈贝克 哈贝克表示几天之内就可以摆脱 对俄罗斯石油的依赖 哈贝克说 德国在过去几个星期设法减少 对俄罗斯石油的依赖 进口量从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的35% 下降到了12% 那么剩下的都是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石油公司在德国东部经营的炼油厂 他进口的俄罗斯石油 那么哈贝克已经要求这家炼油厂 你在未来几天之内寻找替代的供应商 反正我是不进口 俄罗斯的石油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俄罗斯现在的问题越来越大 因为 欧洲国家已经下决心要跟他 切断对他的能源依赖 这个对俄罗斯来说 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第7 4月26号 巴基斯坦南部 卡拉奇 南部城市卡拉奇 发动一起针对中国人的袭击 一辆接载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教职员的 小巴 遇到一个自杀式的袭击 造成三名中国公民死亡 一人受伤 死者包括孔子学院的院长叫黄桂平 还有两名汉语老师 另外一名中国经济教师也受伤 巴基斯坦警方调阅监控发现 当小巴使劲一个穿着 罩袍的女子的时候就发生爆炸 巴基斯坦有个分离组织叫 毕露芝 毕露芝解放军 承认责任 说他们袭击 是由他们组织内的一名 女性自杀 自杀式袭击者进行的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强烈谴责事件 要求巴基斯坦 确保当地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的安全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巴基斯坦和中国关系密切 是中国的巴铁 简称铁哥们 简称叫巴铁 分离组织发动袭击 制造外交事件 其实是针对巴基斯坦 利用外交事件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 这是第7 第8 网易传媒4月25号 变更工商登记 丁磊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 和总经理和董事的职务 有网易传媒的现任的CEO叫李黎担任 丁磊仍然是网易传媒最大股东 持股99% 李黎持股1% 这些互联网的大佬开始慢慢的往 往后退 风高浪急 共产党在翻脸 不断的找他麻烦 所以他们退到后面去 第9 京东创始人刘强东 涉及的强奸案有新的进展 美国民尼苏打州 4月25号下午法庭取消原定当天举行的听证会 根据法院公开文件 刘强东的律师提出动议 请求法官禁止 刘静瑶的律师提出以下的问题 第1个是刘强东 与体制的关系 个人财务状况 刘强东过往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的性关系等 请求被法官拒绝 刘强东的律师就撤回动议 这就意味着刘强东必须在书面证词 证词咨询中回答以上问题 根据美国民尼苏打州的法院的公告 如果双方不能和解 法院将会在9月26号开庭停审 开始停审 那么你现在就可以看到 这就是刘强东 为什么会卸任 离开做他的CEO的原因了 2018年8月31号 刘强东在 明尼苏打大学参加高管课程时 被警方逮捕了16个小时 涉嫌性侵 2019年4月 刘静尧对刘强东和京东公司提起民事诉讼 指控刘强东暴力威胁 非法监禁 性侵强奸三项罪名 要求京东公司承担替代责任 这个事件之后 刘强东 基本上把所有的公司的职务 都辞去 淡出京东的前台 2019年的11月 刘强东辞去 全国政协委员 同年的12月 刘强东卸任京东物流 经营主体 北京京邦达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2021年的9月6号 京东零售CEO 徐雷 出任京东的 总裁 今年的4月7号 徐雷在接替刘强东 出任京东的CEO 并且担任执行董事 所以你可以看 为什么刘强东之前往后退 有他的策略性的因素 还有一个什么因素 还有一个官司在那里 官司在那里 他就很难办 这件事情影响很大 第10 4月25号 中国有多家商业银行 调低存款利率 包括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这三家银行 把存款的基准利率 就叫定额存款利率 调低10个基点 调整之后三年定期存款利率是3.15% 那么中国银行 启存金额在2万以上的三年期定期存款 也下调到3.15% 2万以上 调到3.05% 另外还有多家股份制银行 城商行农商行 表示 已经收到相关通知将会在近期调低利率 那么此前人民银行决定从4月25号 降低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 释放长期资金约5300亿 那么这一次商业银行又开始调 降低存款 存款利率 说明什么 说明经济不好 人民银行降低存款利率 降低存款利率只有一个目的 他准备降低贷款利率 那他不能够同时降 他不能够只降低贷款利率不降低存款利率 为什么那会缩小 银行的息差 银行这几年赔得要死 坏账很多 如果你息差再收窄 金融会有问题 金融风险会加大 第10第11 4月26号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这名字取得不好 因为经常会让人误解 这是一家银行叫中国银行 当然中国银行 很早就有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 包括交通银行 都是 中国银行发布公告 说从4月30号 到5月2号 系统升级 暂停个人电子银行商服务 这非常奇怪 因为你不可能你系统升级要生这么长时间吗 生个4天时间 30 31 23 3天时间 那么其中4月30号到5月1号 暂停个人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 微信银行 电话银行 短信银行等 电子银行服务 以及一汇通 电子支付 中营开放平台 借记卡 这个账户服务 另外这个贷款业务信用款服务 会暂停到5月2号 他的这个动作 他基本上你说他仅仅是网上银行不是的 他所有的电子银行业务全部都停 这个是个非常非常怪异的现象 而他没有解释 他只是说他的系统升级 那是不是他要重新上一个新的系统 全新的系统吗 很少有人会这么干 因为这风险太大 当然大家知道最近中国银行业有很多的状况 中国银行选择这个时候做这个动作 不明智 不明智 非常不明智 那么我们会继续关注这件事情 这是第十一第十二 人民银行人民银行4月25号宣布 5月15号开始 降低 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 之前是人民币存款准备金 现在一个百分点 那么就是一个百分点很多的 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100个基点 那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结束了连续5天的下跌 止跌回升 那么4月25号人民币对美元 这个开盘之后 从6.56升到了6.52 那么 什么意思啊 存款准备金是什么意思 中国的商业银行 中国的商业银行 他收到了外汇存款 他可以接收外汇存款 他要拿一笔钱放到人民银行那里去 这个钱是什么钱 外汇 那也就是说 人民银行那里有一堆外汇 这是商银行交到他那里去的 那人民银行 发现最近这个外汇市场 人民币在贬值 我不想让他贬值 我不想让他贬值 我有一个办法就是跑到外汇市场里 去买人民币 抛售外汇 这是一个办法 那么人民币就汇率就会上升 美元相对汇率下降 但是他不想这么干那怎么办呢 我就 降低什么呢 降低存款准备金 降低存款准备金 美元的存款准备金 那等于就是人民银行 会把一部分的存在商业银行存在他那里的外汇 还给商业银行 那还给商业银行什么意思呢 那商业银行的人民币美元不就多了吗 当他美元多了以后他理论上应该干什么 商业银行持有外汇的比率 有规定 多了呢他在外汇市场卖掉 那怎么办 他一发现我的外汇比例高了那怎么办 我就在市场上 抛美元 抛售外汇 那理论上来说 人民币汇率就会上升 人民银行就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大家我希望人民币不要再跌了 市场上一看原来这个意思 我就不抛了 大概就是 其实 105亿美元根本不算啥在外汇市场 但是他释放了人民银行的意图 那市场就心领神会那就不跌了 就这个意思 第12第13 韩国后任总统尹锡悦代表团4月26号 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 并向岸田文雄递交了尹锡悦的亲笔信 尹锡悦表示希望升级 希望提升 韩国的国际地位改善韩日关系 岸田文雄在会后表示 为了重建韩日关系的健康 发展 日本将会力争 和尹锡悦 等下届政府密切沟通 日本同时开始研究5月10号 与尹锡悦就任一事的安排 韩国希望这个岸田文雄可以出席 不过韩日关系一直受到这个 受到之前的慰安妇啊劳工啊等等影响 那么现在能不能出席还不知道 但是毫无疑问 尹锡悦 和岸田文雄他们是要改善 日韩关系的 那么日韩关系改善意味着什么 韩国就是和 日本 美国走得近 那么和中国就会走得远一点了 就大概就是一个方向 第13第14 多维 多维新闻网宣布从4月26号下午 4点开始停止运营 多维新闻网是在1999年由和平创立 总部最早在纽约 2009年 香港商人于平海收购多维网 然后就放到他的 南海控股 由南海控股负责 收购之后多维新闻总部签到了北京 那么编辑方针也有所改变 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的大外宣 那么多维新闻网最近呢也是不断的缩减 北京的办公室原来由原来的200多人缩减到了60多人 台北编辑部从去年年底开始停止运作 而且有些香港员工已经欠薪半年 员工越来越少 然后多维停止运营之后 就极少数管理层转到了 于平海他这个南海集团还有一个香港01的网站 那么其余的员工被犬散 于平海持有这个南海控股 发出公告说预计 预计2021年亏损超过30亿港元 那么多维新闻关闭可能和南海控股的财务状况有关 那么总部设在香港的香港01 香港01也是个香港的新闻网站 是这个南海控股旗下的媒体 值得注意的是在收购多维新闻的前一年 多维新闻是2009年 那么前一年是2008年 当时这个于平海50岁 去北大 读了课程 读什么课程 去 北大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读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而且拿到了博士学位 这是 这是随便八卦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药文简报 那我们下面讲讲今天的药文 主题 习近平亲自指挥 搞大基建 指挥搞大基建 目前疫情非常的严重 中国各地都在爆发 疫情持续的爆发 导致中国经济面临崩盘的局面 中共总世纪习近平出来救世 习近平4月26号主持召开 中央财经委第11次会议研究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习近平说全面加强基础 基础设施建设 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持基础 中央财经委是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 各地区各部门要准确领会 中央财经委决策部署 共同推动部署的落实 落实落好 意思是什么意思 那我现在要搞大基建了 那是中央的决定 安排中央财经委来做这个决策 各地方各部门要听招呼加快落实 中央财经委这个会议听取了两个汇报 第1个汇报是国务院部委 关于加强基础设施投资 建设的问题的汇报 汇报的部门包括 国家发改委 工信部 交通运输部 住建部 农业部 农业农村部 还有水利部 这是一个汇报 第2个就是国务院关于中央财经委员会 会议决策部署落实的情况报告 汇报部门包括 发改委 科技部 生态环境部 农业部应急管理部 人民银行 习近平就是用这种方式 把国务院架空的 就是用中央财经委 做了一个决策部署 开了个会 做了个决策 做了个决策呢 然后国务院各个部委去执行 执行完了还没够 最后还有你们来汇报 汇报讲你们做了些什么 那么基本上那就等于是 习近平就把国务院的权力全部抢到了这个 中央财经委这个名下 他当组长 然后这个 这个李克强就当副组长 就这种方式 架空国务院 会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大家记住很重要 现在 和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 不是说这件事情 马上就搞完了 会有个相当长的时间 那么优化基础设施结构布局功能和发展模式 调动全社会的力量 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实 建设基础 舍得都 捋不值了 基本原则有三条 四条 第一 加快新兴基础设施建设 新兴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传统 基础设施水平 这是第1个 第2个 要适度超前 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 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 后面一个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 要适度超前 国家安全基础设施是什么 比如说 核武器算是国家安全基础设施 第3 发挥政府和市场 中央和地方 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 多方面的作用 分层分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这是第3第4 注意效益 要注意效益 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综合账 这话一说呢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 就不用管经济效益了 大概就这意思 然后就要超前 要发挥政府跟市场的作用 那基本上还是发挥政府的作用 当他一这么说的话基本上就是 市场作用 好那基建内容是哪些呢 第1 加强交通能源水利 等网络 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 那么三大块 交通 能源水利 这三大块 第1个是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骨干网 主 主干网 第2个 沿海跟内核港口航道 第2个第3个 分布是智能电网 然后就是第4个 低碳能源基地 然后加快完善油气管网 然后第4个加快构建国家水网 主股价和大动脉 推动重点水源灌区 蓄洪区 建设 这些都是 我讲经常有网友最近有网友提醒我不要说脏话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 都是狗屁 为什么 你看洪水一来 啥用处都没有发生过 然后 这些都是骗人的 这些钱都是拿来 拿来给贪污的 加强信息科技物流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 布局建设一批超算云计算 人工智能平台 宽带基础网络等设施 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布局建设 加强综合交通枢纽 和急速 运体系建设 布局建设一批支线机场 通用机场和货运机场 机场还建 从机场都建成这样 还建 机场都要倒闭了 这是一个 这是第一个 第2个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什么呢 便捷高效的城际铁路网 然后发展市郊 市郊铁路 跟城市轨道交通 推动 建设城市综合体 有序的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连管廊建设都放进去了 他已经找不到项目了 加强城市防洪牌烙 污水和垃圾收集处理体系的建设 加强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公共卫生应急设施建设 智能道路智能电源智能公交 然后就是农村 农村水利 这个讲了100遍 年年都在讲 年年都在建 年年都没有用 第4就是他这里面有个特点 他说 加强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建设 没讲啥 然后 提升应对极端情况的能力 极端情况无非是两个 一个是内乱 一个是对外战争 你可以想象这大概是一个 这件事情跟经济没关系 大概是跟军队 跟军队 跟武警 跟公安 跟司法 有关系 维稳国防的需求 然后他要求什么呢 要求加强化用地 用海 用能 能源 用地就要土地 就搞这个国家安全基础设施 你要给我批地 要给我用海 要给我能源 就是什么都要 都要 这是估计习近平自己搞自留地 那么第5 要适应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需求 拓宽长期资金搜索渠道 加大财政投入 更好的集中保障国家重大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 讲给人民银行听的 然后他最后提出 各地区各部门要准确领会 中央财经委 决策部署精神 主动担责 积极作为 讲了一堆 要各个政府要干什么 我就不具体讲 那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什么呢 李克强 总理 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副总理韩正 大体上就是 内容就这些 第1个 习近平很少直接过问 甚至直接介入经济政策 他通常只讲方向 只讲方向 那么这次呢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大基建 为什么会这样 那么两个原因 第1个原因 经济形势 面临崩盘的局面 如果你任期发展 那20大就没办法交代 这是第1个 对他来说 现在就是要维持这个局面 这个局面如果 没办法维持 他有问题 所以他亲自出手 这是第1个第2个 动态清零天怒人怨 然后呢这个基建投资呢 基建投资其实今年一季度 基本上市场都在期待 期待政府 搞搞基建 要不经济实在太差了 因为今年经济实在太差 那么搞搞基建嘛 这期市场都在期待这个 既然大家都在期待是吧 那我出来 这个搞一下 反正不花钱 不花我的钱 平衡一下 这边天怒人怨 这边我就给你一个 基建投资 所以呢 所以 他就出手 原因就是这个 但第3个呢 你开个会喊一个口号 就可以达到 这个效果 合乐而不为 成本很低 对习近平来说开这个会 中央这个开个中央财经委开个这样的会 定一个这个政策对他来说根本就成本很低 所以合乐而不为 那么这个会呢 这个会呢基本上把 国务院的核心部门全部都 都找来在会上了 基本上这个方案也是他们拿的 目标只有一个 把钱花出去 投到基础设施上面 目的是什么刺激经济 保住经济的基本盘 现在问题来了 那大家记得大家还记得这个 2008年的4万亿 4万亿当时这个 当时这个温家宝 温家宝开会 宣布 我们现在有4万亿的投资 投在什么地方 钱从哪里来打 钱从哪里去打打打 一讲 很清楚 那你这个习近平这会一开完 基建投资要大搞 全面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是全面投资基础 全面投资的投多少 没说 就说 基建投资规模有多大 不知道 政策没有宣布 第1个 第2个 你搞基建要有很多的钱啊 钱从哪里来 没有讲 你一没规模 二没有资金配套那就吹喇叭 大概 大概我们交代一下 中国一年的基础建设 基础设施投资 基建投资一年大概是18万到20万亿 18万亿到20万亿左右 那么这是2019年的情况 2019年基本上是个顶了 差不多就到顶了 2020年当然虽然数据上是增长 但你想怎么会增长 就没有增长 这两年其实都没有超过2019年 虽然数据上 它都做出来 但是 但是没有 我们就假设还是 18万亿到20万亿 那你要大搞基础设施建设 你不涨个三五万亿怎么说的过去啊 对吧 你基础建设投资一年 18到20万亿 你平时现在这两年增长也就是个3%到5%左右 那你不涨个三五万 你怎么算大搞呢 那今年财政有没有空间 有空间 去年有一个财政结余 去年不敢花钱 地方政府都不敢花钱 那么加上什么加上专项债 地方政府的财政结余加上专项债总有多少钱有2万亿 专项债提前部署的 也就是说 今年财政空间大概是2万亿 2万亿相对于这个三五万亿的这个大搞基建来说 背税扯薪吧 不算大搞吧 但是呢 就算 你也不可能2万亿全来搞基建为什么 2万亿还有好多好多窟窿要补啊 所以呢 这个基建到底怎么搞 搞不搞得来 或者是基建投资投不投得来 我们来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这个事 那我今天就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野村 野村证券 中国区的首席经济学家叫陆挺 陆挺今天在财新网 正好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个瞌睡碰的枕头 他这个题目叫 宽松刺激政策 发挥作用的前提 那我呢就把这篇文章我就看了一下我就觉得完美的可以 诠释今天这个习近平的 当然他这篇稿子应该是 早就写好的不是针对习近平这个 这个大搞基建说的 但是我们可以拿来正好 两个可以 放在一起 我就不会照原文念因为那是不可能大家全部都睡着 我大概用我的方式来 把这个陆挺的一些素材 放进去我们来讲一讲什么情况到底是怎么情况 我们先讲讲形势 中国经济是从去年的夏天 开始进入下行通道 然后那个现在呢最近疫情爆发 形势开始严峻 那么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那么从现在来看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基本上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就是今年以来 今年以来 特别是最近 那么疫情 甚至超过了什么 2020年春季 2020年春季疫情 爆发出击 为什么 源于几个 第1个 目前的这个 奥米克戎的这个病毒疫情 遍地开花 呈现一个大规模失控的局面 然后这是一头 另外一头动态清零的政策 不变 不变 不会因为这个奥米克戎的轻症 不变 那么各地开始封城 采取封控措施 所以呢中国在疫情这件事情当中代价高啊 这是第1个 第2个 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爆发的 非常的要命 这个疫情爆发是在3月初期 那么一年之际在于春经济其实也是一样 3月份到二季度是中国经济开局最关键的几个月 对全年经济的影响非常的大 特别是什么 特别是农业 春耕 从目前来看春耕肯定是受影响 有多大影响不知道 但是影响肯定很大 这是第2点 第3点 这波疫情是从哪开始 从香港开始 香港开始然后是冲击哪里 冲击珠三角 深圳 然后去了东北 中北长春 吉岭 然后接着在长三角 在上海 恶化 中国经济有两个核心引擎 中国经济基本上两个影响 一个是珠三角 一个是长三角 那你现在看 中国的支柱产业 房地产 汽车 电子消费品 那么长三角是中国经济 中国金融 中国物流航运 的中心 基本上是中国经济的精华所在 那么你现在看一下 当 当长三角的这个供应链出问题的时候 牵引发动全身 整个产业链都会 波及 冲击出口 甚至对全球的供应链有很大的影响 这是第3 第4 那么疫情现在进入了第3年 2020年开始 2020年 2021年 这些进入第3年 很多家庭 很多企业 它的积蓄 它的积累 消耗殆尽 那么抗冲击能力减弱 新一轮疫情来了 失业加速上升 导致居民消费下降 尤其是在房地产投资 房地产的投资能力 和投资意愿 迅速下降 这是第4第5 今年的情况跟往年不一样 跟2020年不一样 2020年当时一说风格 封城 马上就讲 要什么时候复工复产 现在不讲 所以呢 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 疫情的不确定性的预期 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个头 现在老百姓的感觉就是这疫情不知道什么是个头 感觉遥遥无期 而且 对这个防疫政策也没有实质调整的这个迹象 当大家对这个不确定性的预期加强的时候呢 增强的时候你觉得未来不知道怎么样我工作不知道怎么样 我的这个收入不知道怎么样房子不知道怎么样 那你会怎么样 你会减少消费 特别是那种大减消费 贵啊 大众商品 买这个汽车你不会买 买这些贵的东西不会买 还有一个不会干什么 买房子 买房子 而且企业呢也会减少投资 而且你现在这个层层加码的风控 还有入境限制 外商投资肯定是下降 这是第五第六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 疫情进入第3年 那现在这个基层官员 精疲力尽 精疲力尽 你折腾 不说别的你就说上海 上海基层官员精疲力尽 然后大量的地方政府大量的财政资金用在什么 抗议上 那么时间 精力 资金 挤占了原来的搞经济的资源 那原来地方政府天天在干嘛 招商引资 你现在哪有时间招商引资 根本没有 而且今年市场对基建拉动经济的预期很高 所以呢 但是呢 你可以看 疫情的影响 最直接的是什么 物流 物流受冲击 这是一头 另外一头 工人 工人 货车司机都没有 所以基建工程其实是受影响 这是第6第7 疫情对房地产 和出口 形成了一个额外的下行压力 房地产本来就在大幅下行 对吗 从去年 去年下半年开始 疫情导致房地产 城市处于封控状态 那基本上是雪上加霜 今年的新房销售是腰斩 30个城市新房销售面积 2月份跌20% 3月份跌47% 4月份前两周跌54% 你想想 出口方面 2020年到2021年中国很好 为什么 绝大多数地方还深陷疫情之中 生产停滞 然后呢 各地又直升飞机撒钱 大量需求 所以全世界的这个需求 都跑到哪里来 跑到中国 订单都跑到中国来 所以 2020年 下半年到2021年全年中国出口 非常好 今年情况变了 大多数国家 生产开始恢复 生产开始恢复 通胀来了 通胀来怎么办 货币紧缩 货币紧缩 居民的需求开始转向 从商品转向服务 就是原来是买东西 在家里网购 现在门一打开 跑出去吃饭去了 结果怎么样 中国出口面临压力 下行压力 所以这一波疫情下来 很多企业 停空停产 物流受阻 中国的整车货运 这个指数 货运指数 12月份是增长6.9% 3月份跌到2.6% 4月份前18天暴跌27.2% 上海 江苏 福建这三个省 过去两个星期 分别下跌80% 40%跟41% 所以你可以看 这从生产跟物流方面的问题 又会反过来 当你没办法及时交货的时候 订单怎么样 订单就跑了 订单跑到哪里 东南亚 所以综合来看 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非常大 它已经超过了 2020年 这个疫情爆发初期 因为 因为它有个经济下行 这两样东西叠加 疫情的冲击这一块 本身去年下半年经济就在 就在往下走 这两样叠加在一起 所以今年中国经济想达到5.5%的增长目标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是不可能 这是已经没有人相信会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是第1个 当前的经济形势 这是习近平为什么跑出来 说要搞大基建的原因 但是搞大基建有没有效果呢 实际上效果是非常有限 为什么 这第1个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传统刺激的政策 刺激经济的政策 包括什么呢 包括财政 包括货币 包括信贷宽松 这些政策空间首先已经非常的小 空间已经很小 为什么很小呢 财政政策很小的原因是财政资金很紧张 那你想花多钱 你没钱花什么钱 没法花钱 政府的钱是有数的 政府钱不是天然调查 它是有数 全部都是有数的 然后你货币也是一样 我们就 所以呢你基本上 空间很小 你在疫情爆发的前提之下 这些政策的效果也 不理想 用专业术语叫什么 叫传导机制失灵 我们先说货币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第1个降准 刚刚降完准 对吧 然后过去8年降的降准 不断的在降准 中国商业银行平均的准备金率已经剩下8.1%了 中小银行已经只有5%了 基本上是底线 你再降 降不到哪去了 这是第1个 第2 降息 降息空间也很小 为什么 中美利差已经某种程度上倒挂 你再往下降 人民币有贬值压力 那人民银行敢降吗 不敢降 这是一头 另外还一头 通货膨胀有上升的趋势 所以基本上 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没什么空间了 减息这件事情也没啥空间 基本上这两条 这是一个 那么过去两年 还有一个什么 银行现在有问题 你还不敢太降 大家知道 过去两年 银行因为房地产的萎缩和疫情 不多次复发 积累了很多坏账 他需要维持一个相对高的 利差 让他去消化这些坏账 就是多挣点钱 多挣点钱补这个窟窿 如果你把这个利息降息 可能会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所以人民银行是有顾忌的 这是一头 另外还一头 以往中国刺激经济 无非是两样 第1个 搞基建 第2个 房地产 那么今年 年初一季度 大级市场很期望中国搞基建 人民银行最近发了两个通知 第1个通知 要求商业银行按照市场化的原则 保证融资平台就是地方的融资平台 成头这些融资平台 合理的融资需求 你们也别不借给他们 该借还得借 就这意思 第2个叫什么 合理购买地方政府债券 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都是谁买的 都是银行买 那还是要银行 你们还是要去买一点地方债券 否则地方政府债券发不出去 那怎么弄 地方政府发不出去地方债 他就没办法搞基建投资 这是 所以你可以看人民银行其实已经 出手了 这是一头 另外一头房地产 房地产过去几个月 基本上 今年1月份到现在 各个地方都在出 出政策 出政策劝老百姓买房 收效甚为 原因是两个 第1个 还是那句话 动态清零政策 疫情搞得大家都不知道 我今年的经济怎么样 你还敢买吗 不敢买 第一 意愿低 第二 能力低 想买房的没钱了 有钱的不敢买 所以抵消了地方政府 跟银行在搞这些动作 这是一头 另外一头 对房企来说 新房销售上不去 卖不动 房子卖不动 他可能买地吗 当然不可能买地 那么如果地方政府的地卖不动 你看从进入 今年从一月份到现在 各地政府卖地都卖给谁去了 卖给自己去了 都是谁在买 地方国企在买 就等于 把这块地从右边口袋 撞到左边口袋 有什么意义 没有 它有没有增加财政收入 没有财政收入 那些国企的钱都是它的钱 没有用 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地方政府要是卖地卖不出去 他还能搞基建吗 搞不了基建 中国90%以上的基建 都是由地方政府投资的 中央政府投不了多少钱 中央政府只投 这个重点项目 而且中央政府只投一部分 90%都是地方 地方投资 地方投资 地方的钱从哪里来 地方的钱从三个地方来 第1个 专项债来 专项债 我们之前讲 今年的专项债增加了吗 今年的专项债没增加 今年专项债没增加 你基建能增加吗 增加不了 这第1个 第2个 卖地来 地方政府靠卖地搞基建投资 卖地占他基建投资的总额大概有20%左右 那么专项债占多少 25% 剩下是谁 剩下有两块 一块是谁呢 一块是地方的融资平台给钱 就是类似 信托投资公司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 银行贷款 基本上是这样 现在 房地产萎缩 地方政府卖地卖不出去 估计今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要减三成 减三成大概是多少钱 两万五千亿 两万五千亿完美的匹配了 我刚才讲了 去年的财政 去年财政不是有结余吗 再加上专项债 专项债之前部署的 有两万亿 你现在正好把这两万五千亿 填上 一分钱没多 还有少 还少五千亿 那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 房地产市场收缩 政府的基建投资资金就没了 经济下行 经济下行的财政收入不看好 虽然 财政部公布 一季度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还在上升 疯了 财政收入还在上升 怎么可能上升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看好 目前地方政府 只有一样任务 他的财政 一样任务 保运行 保运行就是发个人头费 他有没有余钱搞巨鉴 当然没有 地方政府现在穷得叮当响 根本没有钱搞基建 还有一个什么 虽然有些人讲 你看地方政府还有结余 他结余干什么 还债 历年的债务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都累到天上去了 大概超过三分之二的地方政府 我们讲地方政府都讲省级政府 不是市级政府 三分之二的省 他们的财政收入 有一半用于什么 一半的利息开支 就是还债的债务的利息 本金是还不了的 你到期的本金就借新债还旧债 借新还旧 基本上是这样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抗疫情 抗疫方面的大量的额外支出 所以今年的地方政府那财政状况那紧崩崩 根本没有余钱 再加上最后再加上一个 什么 地方政府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人力物力 在疫情上 你还有时间还有人去搞基建 几乎不可能 你比如说上海 上海你在抽调人员去搞基建 怎么可能 疯了 现在这些人都快疯了 所以总的来说 我们把这事情往中间一摆 你去看到什么情况 看到结论就是什么 结论是第1个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基本上空间非常的小 基本上非常空间非常小 这第1个 第2个 基建投资能做的不多 基建投资能做的不多 当然 习近平这个一招呼 各个部门也 这个 这个资金嘛 就像乳钩挤挤挤还是有的 所以还是会给点面子 但是 空间不大 这是第2个 第3个 房地产受疫情冲击非常严重 对基建投资 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限制 今天我看到一个帖子 网友在 在我们那个中国群里面 发了个帖子 我觉得这个帖子写得太好了 我念一段给大家听 他说一季度 有人都盼着一件事情 就是今年用基建方式拉一拉经济 然而 实际上地方政府根本就捂着钱袋子没有动 为什么不动 因为大环境影响 因为地卖不动了 以后还留着钱抗议 还留着钱发工资 留着钱还利息 所以你看一季度挖掘机销量根本没有动弹 三一中工继续以肉眼可见的 往下走 根本没有回头的样子 虽然天天喊着 开工了多少多少项目 但根本没有前往项目里走 所以总结是什么 我来总结 习近平的口号 就是喊 我们要 全面 全面搞基础建设 口慧而实不至 不可能也不能够对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帮助 这有点像什么 这有点像上个月的股灾 上个月股灾 这个A股 港股 中概股股灾 一下股灾下来 刘鹤第二天马上开 金融稳定委的会议 然后刘鹤在会上说了一堆 模棱两可的话 都没有实质性的东西 然后 这个股市呢 第二天这个触地反弹 V字反弹 啪 那个是那个时候 这次谁进去抄底 谁就惨了 为什么 你看 这两天 股市跌回去了 比上次这个股灾还低 所以呢 你可以看 习近平的这次这个财经委的这次 搞基建 就跟刘鹤的这个金融稳定委的性质是差不多的 口慧而实不知 这帖子还说 3000只是个开始 这这两天股市跌破3000点 他说 所有的基础 和依靠 到了清算的时候 这话说的有点很吧 股市只是在森罗万象上的一个倒影罢了 几十年的高房价压低了消费端的潜能 居民部门从高储蓄变成高负债 常债压力导致地方政府不肯开钱 开铁攻击 然后常债压力下更不能拉低 土地价格 房地产商作为中间金融环节顶着三条红线 慢慢的坏死 从 地方小房地产 到恒大再到融创 巨头们都在严冬之下 地方政府的钱袋子 还剩下多少 然后最后是疫情中绩 他说上海之所以不同于全国 任何一个城市的原因是 上海港是全世界最大的集装香港 现在上海唐山这两个吞吐量 排前三的港口都受到疫情冲击 出口的信心从何而来 监管之下互联网领东已至 服务业基本上告停 教培集体蒸发 所以大气之下极端天气 脆弱的基本面 能承压多久 这话说的非常的 他这个很有逻辑 非常有逻辑 因为他符合 经济的规律 最后帖子这么说 他说 最终的决战一定是房价 最后的最后 我们一起看 盛世最美好的烟花 他说这是经济周期 也是客观规律 他说眼价的一切 都是我们为过去的选择 付出的代价罢了 他说 什么泡沫 有破 什么泡沫都有破的一天 无人幸免 无人例外 这个帖子写得非常狠 后面还有两句我就不念了 总的来说 经济已经破败到这个地步 跟两个人有关系 第一个人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不断的打击 打击经济的各个活跃的部分 然后是灭霸响指 各个行业灭霸响指 然后是改变了中国经济挂帅 改成政治挂帅 然后是国进民退 然后是各种各样的 最后到今年 动态清零 最后一下 广东话叫什么 中国经济就变成了今年这个样子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我这里向大家通报一下 我们短视频组开始 我们短视频组其实已经开始运作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他们非常的有效力 也非常的能干 开始我们陆陆续续的会出 把我们短视频组的 产品 开始一个个往外放 所以我这里特别感谢 短视频组的辛勤的工作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好 我们看看今天 这个 鸣谢 驴美吐巴路 谢谢 谢谢王老师好 有传闻说这次上海这么乱是因为习要借期 铲除上海缠于政治势力 估计如此不知道您怎么看 就是故意把它搞乱是吗 上海 上海的这个情况和香港的情况很像 上海本来不乱 上海乱的原因是什么 上海乱的原因是 副总理孙春兰 到上海督战 原来的防御政策不行 我们还是要坚持动态清零 原来上海不乱的 原来上海就是 按着既定的方针 就是轻症 跟无症状 在家隔离 然后就是 逐步的滚动式的去这个动态清零 那现在不行 要全面隔离 然后要全 不断的核酸 叫全员核酸检测 这才把上海 搞崩掉的 原来的局面没这样 所以你说习近平故意把它搞乱 我看到的情况是 的确是习近平造成的 但是造成这个 这个混乱的原因是因为动态清零的政策 这件这个动态清零的政策并不是为 上海量身丁做的 而是他持续坚持的一个政策 这件事情在香港也发生了 那他在北京也会这样发生 因为这是一个统一的政策 所以我看不到他是为上海量身丁做 所以 他以此作为理由讲是故意搞乱上海 不符合逻辑 谢谢 王老师是节目的主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他就是山北老农民 小学博士 谢谢 感谢你每天的传道授业解惑 谢谢 我们给你凤茶不敢当 谢谢 谢谢 观点 美国跟西方发展武器 原本的假想敌就是俄罗斯 现在有免费的试验场 当然要用力的测试 才能更好的印证 现在研发的武器好不好用 情况 北京益庄开发区办公室办事处 每天很多小货车 在政府大院附近的道路上运送各种物资 集结到政府的大型货车上 转运到一个非常大的仓库内 这种情况已经接近两个月 与内部人员攀谈 透露他们正在准备各种物资 最低三个月的存量 预期衙门还有补充的可能 草民就不用这个能力了 问衙内的人 是否有事要发生 他们说没底 所以才这么做 另外体制内的人 朋友说酝酿的一场未知的风暴 不用听体制内的人听我说就行 他们是听我说的 OK 好吗 很多人民信体制内 99.9%的体制内的人啥都不知道 他们都是来看我们的节目 跑出来讲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我是记者 我知道 提问帮家人问一下王老师 若是养老金彻底赐质 还会从别的地方吊钱来发吗 还是没钱发就不发了 好 这个是个好问题 养老金现在情况是怎么样 养老金呢原来是 原来是 分灶吃饭 分灶吃饭什么意思 我举个例子 广东省 广东省深圳 深圳有一个养老金 养老金有一个 水池 深圳的 这个 上班的人 把他们的钱交到养老金 养老金放到一个水池里面 这就是深圳的养老金 然后大家从里面拿钱 退休金从里面拿钱 叫分灶吃饭 各个市按照自己来 广州 深圳 珠海 各吃各的 后来发现有问题 为什么 韶官突然一下付不出来了 韶官付不出来怎么办 那这样吧 我们把所有的饭 各个造的饭全部倒到一个大锅里 那就不会有个别的事没有钱了 所以呢现在叫什么 省级统筹 省级统筹什么意思 就是 省以内 所有这个省里面所有的人的养老金 都倒在一个大水池里面 大家从里面拿 拿钱 好现在发现情况情况又来了 有些省经济不好 比如黑龙江 黑龙江经济不好怎么办 他现在 省的这个大水池钱不够了 那中央政府就往他的 省的水池里面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省 都出现这种情况 那后来就怎么办 那就现在在讨论一个问题 那就全国统筹呗 全国统筹 把全中国的各个省的 钱全部扔的一个大水池 由中央政府管 那不挺好 那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万一 这个水池也没有了 那全中国人民就 崩了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养老金全部都是省级统筹 省级统筹如果没有钱的话呢 那中央政府就要掏钱帮他填着窟窿 基本上是这种情况 那现在会不会 在这个情况还有领不到钱 会 为什么 省级统筹并不是说 各个地方真的是全部都在水池里面摇水池 不是的 他是还有各自的账 他一时之间云不过来还会辞给 大概是这样 那其他地方会不会从其他地方调钱来 要从其他地方来 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的钱没来 还是发不了 就这样 情况 王老师更新一个数据 上海有15家殡仪馆 那么那800人的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上海因疫情死亡的人数可以大胆的推测一下 我不知道 我只能说 我只能说我知道的那个 大胆的推测 我不敢大胆推测 但是如果你 你打个余量吧 我们之间讲 大概是1万 1万左右 那你乘以15那就15 但是我没有数据 我不能说 观点 基建只能说 只能说到给水 都没讲排水 根本是本末倒置 临近江南没雨季 接着就是夏季的台风和 洪涝季节 又到了城市里看海的季节 啥情况 我没看懂 你到底想说啥 你的观点是啥 情况 陕西一个朋友的小区正在进行三共一页的改造工程 朋友说没有公式 没有业主投票的基础上 直接进行改造 在业主装修好的房子 走民馆 而且将改造好的水管 走在墙体外面 高层一旦发生漏水的情况 维修都麻烦 给各个部门反应也是湿生大害 这只是上水改造 等后面的暖气改造 那会更惨不忍睹 暖气管子会绕房间走一圈 好好的房子硬改成锅炉房 这什么改造 叫三共 共水共热 还什么 供电吗 真的是 提问 上次您提到的基建对经济的拉动效益在下降 那习近平这次的基建计划中 哪些你觉得可能会更好的拉动经济 哪些基建项目拉不动经济增长 整体的基建拉动效益 都在下降 为什么 讲给大家听 基建项目呢都是投资期很长 回报期很短 那么对于一个 对一个国家来说或者对一个政府来说 做基建投资呢有公益性 但是你要可持续的话你就不能仅仅讲公益 你还讲效益 也就是说你这个投资的基建项目 你最后能够至少能够收支平衡或者劣 略微亏一点没关系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是 基建呢 通常是铁公鸡 铁路公路 这个基础设施 那铁公鸡来说呢 你最早做的时候效益最高 从A到B这两个点没有路 你修一条路 大家都愿意跑 效益好吧 非常好 你修一条收费公路 那你收费收得很好 来经济增长了这条路不够用了天天堵车 再修一条 又跑起来又很好 所以你可以看 之前的经济效益好是因为有需求 供应量不大 那你中国基建投资已经搞了多少年 搞了40年 中国基建投资已经搞了40年 那么A点到B点修了几条高速公路 已经修了五条高速公路了 这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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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了五条高速公路 五条高速公路你还有经济效益吗 就没有经济效益 你再也做不了商业计划为什么 因为五条高没有那么多的车跑 所以就是这样 一样的道理比如说水厂 原来水不够 天天停水 好我修一个新的水厂 大家都有水了非常好 正好我收钱 收水费 那又不行经济还要拉动经济什么我再修个水厂 那人口增加了需求增加了我还可以 结果你水厂修着修着你修了20个水厂 那再也不能修因为老百姓的已经水都已经够了 所以你 基建投资它的边际效应在下降 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不是哪个项目有拉动经济哪个项目拉不动经济 不是的 只要你花钱 都能拉动经济 但问题是 你花出去的钱你还得收回来 收回来 花出去收回来这叫什么 这叫商业模式 或者叫可行性计划 那你当你这个 当你已经有这么多基础设施或者需求在下降的时候 那你这商业计划就做不成了 这个 钱出去了就回不来了 回不来一看 回不来了那就不能做 你要硬做怎么样 赔死你 珠海最近把一个什么青铁青鬼给 给拆了 生生的拆了 我印象的花五个亿修了个青铁 一年运营费几千万 三年下来 收的票 车票只收了300万 一年几千万的运营费 最后 最后把他给 为什么就只能收300万因为没人做呗 没人做结果就最后 怎么办那就拆了吧 就是这个 拉动经济靠的是什么 不是靠修一条没有人跑的公路 你必须修一条有车跑的公路 才叫拉动经济 情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用清零政策把民生和经济搞得一塌糊涂 现在又亲自指挥大搞大基建 再来一次拆旧建新 建立一批 建立一批新的贪腐项目 彻底搞垮地方政府 情况基建股临近五盆明显跳水 北新路桥城邦股份 粤水电山东路桥 浙江建设多股 集体榨板 没有啊 中央财经委说大搞基建 既没有盘子 没有盘子 你到底建多少啊 怎么建啊 不知道 第2 没有资金配套 你光喊有什么用 你肯定得有钱跟上 你没有钱跟上 你光喊有什么用 所以其实没有意义 观点 中国政府 个人以及企业的负债初步估计 应该接近GDP的300% 随着全球利率的上升 意味着这部分的负债利息将大幅增加 在可见的未来 中国面临要为负债付出更多的偿付 在中国各个方面都在收缩 何来多余的钱撑起国家的新的 新大基建 还 还旧债就不错了 看来中国央行要再次推高通胀 央行为什么要推高通胀 央行不会推高 央行 央行的第1个任务就是控制通胀 央行不会 央行的核心任务就是 维持货币 币值稳定 币值是什么 币值就是购买力 购买力跟什么有关系 购买力跟物价有关系 所以物价上涨 人民银行或者中央银行要控制物价 通过货币公益来控制物价 维持币值稳定 这是所有中央银行 所有中央银行的 排第1的任务 情况 浙江义务4月27号开始封城 合作的一个供应商给我们看了义务 政府发的红头文件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仓库停摆货不能发了 二级响应 那很紧急了 什么情况 成都因为大运会召开 当前没有爆出有病例 但人群聚集场所 医院 学校 基本都在做核酸 各公立医院按照上级要求完成核酸检验 可是标本来源相当 多的不达标 比如因为天气热 冷藏不标准 试管发热 导致标本死亡 或者采样不标准 标本量达不到检测要求 所以根本达不到100%的检测正确率 走过场而已 这种情况很普遍 非常普遍 在上海也有这个情况 你像上海这些社区 社区采样 社区采样并不并不规范 并不规范 情况 西北英川封城 仅仅因为一例 对经济不管不顾 明显现在领导只在乎自己关帽子 往后中国经济不堪设想 济南很多小区已经封控 14天不让出小区 北京潘家园 Day1 昨天发了几个洋葱土豆 土豆胡萝卜 土豆萝卜没有肉 现在还能叫外卖 收快递 今天排队最后三 决定抵抗到没人排队为止 感谢 听老师买了冰柜 现在家里绝对成了小卖铺 提问老师好 现在我还没打过一针国内疫苗 出行啥的也没受影响 身边同事打了两针三针 也有一丝丝犹豫要不要打一针 想问一下老师对目前国内疫苗的看法 我还是觉得如果你为了出行方便 打就打了 但是问题是 打了你就当没打 还差不多 为什么 因为国内疫苗的 没什么效果 但是如果为了出行打也无不可 我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 还是大家自己拿主意为好 因为我并竟不是大夫 情况 今天开始可以从国外 继Fedex 快递到江苏 上海 之前一两周 当地完全无法接收境外包裹 可能是上海未来尝试 解封的信号 有说法 有说法 有什么说法 我今天 没想报这个事 因为也不可靠 但是你说起来 那我就说一嘴吧 网上的 网上的 所以我不能够当作新闻来念 但是你说到了 我就说一下 这是一个邮件 说是目前上期和政府开会 得到非书面的信息 上海的目标 5月下旬 开放无感染的小区 5月下旬 现在是4月下旬 5月下旬 一个月之后 6月1号 全上海解封 6月1号 目前上海厂 他们是上汽 上海厂 76例 阳性病例 没有特殊任务的人员继续办公 居家办公 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所以上海 1月之内还不会解封 我们看1月之后的事吧 情况 王水 我们沿海城市 目前来说疫情防控已经让我疯了 已经一年不敢出去旅行 各种政策让人搞笑 特别压抑 孩子发烧 医院变成了拘留所 核酸如果结果不出来 半夜都回不了家 各个公众场所的保安 变成了执法警察 逼着你扫码 扫场所码 超市 健身房 商场 高速过路口 到处是一张张的码 过去哪都有记录 更夸张的已经开始推广 灰码 灰码胜贵 核酸超过48小时就付灰码 哪都去不了 只能去做核酸 健康码之后叫彩虹码 彩虹码 提问 担心马斯克因为上海工厂的原因 对中文审查 审查严格 外交部例行会 很多外国记者问这个问题 特斯拉在中国有生产基地 因此中国政府可以通过签置特斯拉 来影响推特的发布内容 包括 推特此前禁止新华社 等中国央媒进行宣传活动 想请教您的看法 好吧 会吗 会吧 大家都天天 我发现很多网友 天天都操着政府的心 天天帮政府出各种各样的主意 而且是干坏事的主意 我不知道 我相信中国政府肯定会了 你买了推特是吧 那你这个厂子 我给你点好处 你推特那边帮我弄点 有没有这可能性 当然会有 但是 马斯克到底怎么样 不知道 我不知道马斯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说 大家知道 核心的问题不是这件事情 就是推特跟特斯拉这个结构的事情 核心的问题是谁 核心问题是马斯克 马斯克买不买账的问题 他是买账呢 那这个结构非常有利 对中共来说非常有利 杠杆嘛 一杠杆一撬就撬到推特 但要是不买账呢 中国政府也拿他没办法 为什么 那你想一想 那是把枪嘛 对吧 那是把枪 那他枪打谁不打谁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 问我没用 要问谁 要问马斯克 这解铃还需纪铃人 对吗你说是不是这道理 情况关于黄标YouTube经常把政治议题的视频黄标 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内容不是广告商喜爱 很多商家不希望他们的产品 出现在某类政治议题的视频当中 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对YouTube施压 另外 五毛搞破坏随意report 美国国内的自媒体也时常出现希望王先生不要气馁 呼吁大家多加入会员为王先生加油 马斯克这次收购 想改变广告驱动的经营模式也是这个原因之一 我当然不会气馁 我也不会 我也不会影响我的编辑方针 我还是继续该做什么做什么这个没有没有疑问 这个 我们做这个节目已经持续从 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遇到 两三次 就是大规模黄标的情况 从第一年从2020年 从2020年到2021年到今年 每年都有大概两三次 大规模黄标 大规模黄标就黄标 这不能改变我们 提问听了王老师的节目 我很认同中国的产业链已经 或者将要大规模转移到国外 但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疫情等过去以后 不管习近平会不会连任共产党意识到 中国产业链的糟糕状况 会不会通过打国际价格战 就是提供 非常低的产品生产 成本 重新把产业链吸引回去 以 使其重新打到一定的规模 第1个 价格不是你政府想定的就定的 对吧 你想打价格战必须让企业打价格战 那企业打价格战那他的成本在那里那要么他亏损 那亏损你说不定补贴他你补不过来吧 这是第1个第2个 企业如果说你要把企业的成本降下去那意味着什么 你的工资要降吧 你的这个租金要降吧 你的这个税要降吧 你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社保要降吧 你全部都降下来 你工厂的营运成本才会下降 你的生产的 包括原材料价格要下降嘛 你整个价格才有 才会 有你说的这个效果 但如果全部都降下来的话 地方财政怎么办 所以 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 他打价格战 他愿不愿意把这些动作全做完 他做这些动作 背后要掏的一大笔钱从哪里来 对吗 他共产党还指的从政府 从企业那天天从那拿钱 你现在降低他的成本 我觉得可能性很小 除非你能回答这个问题 你才能提得出来你的这个问题 情绪来美国已经快四年坚持在社区大学学英语 从刚来的时候只会点头yes 摇头no 到昨天开始通过 通过Cisco的面试开始工作了 大约在一年前听了您的节目 是您的节目解封了我的思想 果断加入会员 非常感谢您的坚持和努力 让我们能够听到真实的新闻 今天鼓起勇气留言就是想分享 我自己的心情 只要坚持做一件事情有信心 对人真诚一切都会变好 非常棒 很好 建议可以先把黄标的影片 放在会员区 等黄标结束再移回 非会员区 这样只是影响 只会影响展环录播的人晚一点听到节目也不影响节目的收益 非常感谢 网友想这么多的主意 我不知道他的规则是什么 我不知道 他也许就是你非非要等你流量 走完这么多他才给你解除解封也有可能 没有了 就他黄标就黄标吧 我们就继续做我们的 我们尽量多做一点 鸣谢 谢谢 看了王老师的推特短讯 短视频有趣 OK John Chen 谢谢 Mika 谢谢 Helen 谢谢 请老师喝咖啡 谢谢老师 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